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六节 那座在云上的就把念都涌在地上 地上的庄格就被收割了 没错我说到现在这个世界 他们的藉口 我说世界里面很多的教会的藉口 但是令你真的很惊讶 这种藉口真的可以哄到很多敗虑的教徒最重要 为什么你不说这些信息 我真的宁愿听其他教会的信息 都不听你所说的信息 那些信息说几多灵賴 说几多神会为我做事 一说我内心都不知多平安 说那些信息都不知多谦静 不用说什么预备耶和的日子 都不知主意是不是就回 什么其他信息 你会看到那些人仍然就说回一个主耶稣没降生之前 主耶稣没降生之前没有榜样 你就不能学 现在主耶稣降生之后有榜样 你又不学 但是问题 你真的意想不到 这种的社会福音很吃香 尤其是对那些老羊吃香得很紧要 他们已经没有心力了 他们已经觉得为神已经付出很多了 他们自己又说真的 为了在自己人生当中 找出自己个人的属神的旨意 已经用了他们的心力了 他们都不知多辛苦才娶到老婆 不知多辛苦才有一份安定的收入 多辛苦才相信到腐竹 多辛苦才找到自己真正的神的旨意底下 他要做的工作 你还要什么教会的旨意 什么时代的旨意 你真的想我死吗 你那些一定是邪教义端的了 没有教会说这些东西的 但是你会看到 这些人将人的人生 像创造这么宝贵的人生 看到是一个既自私有黑暗的人生 主耶稣基督的人生 他们反而反过来觉得是吃虧的 既然主耶稣基督吃虧了 那什么我吃虧的 主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开始了这条道路 原因就是他成为我们的榜样 在这个timetable里面 这个时间表里面 这个时限里面 第一个时限 就是主耶稣基督所示范的时限 收割的时间 第二个的时限 就是第二次收割 如果在第二次收割的情况下 你就完全明白这里所讲的经文 你就完全明白 施世约翰所讲的说话 主耶稣所讲的说话 旧约所讲的说话 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康碑的说话 因为第二次 就讲紧神收割的你的灵魂 你做过些什么呢 你是不是将这个责任推给人呢 你是不是推给主耶稣基督呢 然后在你人生当中 你根本是完全一无共现呢 因为第二次是收割你的灵魂 是收割究竟你怎样回应神的时代计划 是收割你怎样回应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给到你的时候 是的 你回应就是关于个人的部分 但是记住 你个人部分是以你作 你一切的要求 你一切的需要 做出发点的 这个不会使你有神的形象的 是不是 你一切的需要 就使你有神的形象 当然不是 你一切是有没有 回原神 神时代计划 有神同一样的心思意念 知道究竟 神在主耶稣的时代 祂想做什么 在一千年前 想做什么 在今日 这一刻 神想做什么 你得到这些平安寻陀 得到这些腐足和健康 为了就是完成神这个时代计划 我想跟你知道 就算你得到绝症 如果你以为个人的要求 和需要方式去祷告 是不及得你为 以神时代计划 的这个标准去祷告 所得到的恩高和神迹 这个就是我得到恩高的真正秘密 就是我有生之年 这个 你都听我讲到 讲无数次 我常常都讲 神的时代计划 就是最重要 因为 神的时代计划 是会使到你一些 很稀松平常的个人需要 不用兜圈的 你就会自然在那当中 拿走这些自私 拿走这些黑暗 拿走这些渺小的思想 你就会愿意 去选择 神伟大的计划 选择神的形象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秘密 无论是书局聚会 恩赐运作建立教会 神的恩高 神的保护 神常常跟我聊天 因为我每一日都以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慰念 这个也是神每一日 每一秒钟都在想的 过去六千年里面都在想的 而这个计划将要结束 这个计划将要结束 事实上是有极之多的谜题 在圣经当中 在这么多年当中 因为我就是寻找神的时代计划 我不断去研究 不断去看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如我所说 既然神 是将这个最后的成熟期 交在我们的手 要我们去成长 要我们成熟到的阶段 甚至要收割 要我们去交涨的话 那最后究竟是怎样结束呢 无依人究竟他的信仰 是怎样衍生出来的呢 到时时代会有些什么产生的呢 而感谢主 我又是我一生当中 最幸福的时间 就是在09年9月的生日 我以这个计划去查 就是2012的计划去查 终于由Bible Code也好 全世界的文明文物也好 所有很多不解之迷都好 去寻出那个答案 我寻出就是 我们究竟其实是活在哪个时代 而当时你知不知 如我所说 我其实是很徬徨 我是很震惊 因为原来我们已经活在一个 这么末后的时间 夜话的日子 这个圣殿将要结束的时间 我知道在2009年底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未来这几年会有的灾难 我知道未来这几年 全世界会见到的新闻 他的政治人心的改变 是我们有生之年都未见过 而我们将要面对的预备 那种不单止是我们要面对灾难 我告诉你 我们面对灾难死了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但面对灾难的时候 死了才发现我们根本未预备好 迎见神才最大的灾难 是一个永恒的灾难 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原来神在这个时代当中 要这个时代的辛苦所做的 是这个讯息 是这个收割的讯息 而并且我们教人 关于灾难的会 一样是我们真的自己去做过 而不是核子令核子 即是指上谈兵的人 他不介意核子令核子的 我说了你不行 不中就算了 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人 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主耶稣有没有教人走难 主耶稣有教人走难 这个是他走的时候 被提之前留下的最后的几段的说话 他有没有教人去理解 全本圣经的旧约神的时代计划 他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指出 凡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所有经文 应验了 他指给人看 我想你知道这一项 我们也要照做 圣经里面凡关于教会被提的所有经文 我们也要指给人看 而并且我们也要教人走难 但我们教给人的东西 我们自己练都没练过 见点没见过 听都没听过 但问题是到时 这些走难的人 根本的时间 完全是可以说是喘不过气 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学习 所以原来当我在2009年去看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是一帮预备走难的人 学习这些真知识 研究这些真知识 必要时我们会有机会去遇到 但是其实我们所预备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心态 都是为了神时代计划而预备 而如果我们为神时代计划预备的话 就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得失 是为了我们被提之后 这些人第一 好像主耶稣那样 就好像主耶稣时代那样 他有主耶稣提醒我们走难 我们都提醒别人走难 提醒他们住在哪个地方 哪个的北位 经位到多少的道数的人 他们会遇到哪些灾难 他们遇到哪些灾难的时候 他们要怎样去逃避 但是同样在那个过程当中 关于认识神 认识神的偉大 面对敌基督的试探和引诱 和和敌基督争战的这些教导和权柄 都是要有人去打开启示录 告诉你 但是打开启示录这个群体 他们的信息 当时我在2009年 我彷徨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意想不到当时有2012小组 这么出色的约进 就是简单来说 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 一个很大的礼物之一 就是看到他们的约进 去帮助我能够去 讲这套信息讲得完全 更加详细 也多谢很多弟兄姊妹 在过去这三年里面 一起拍的感人短片 弟兄姊妹 现在你所参与这间教会的 每一个工作 就算你撿一旧的字纸 或者是掃一次的地 你都帮轻了现在我们完成着 圣经里面说 神时代计划最后一旁的一部分的工作 你知不知道 因为原来按着整个时代计划的结束 我们根本可以说 全部都可以从节旗里面 从在圣经里面的十灾 和主耶稣基督去应验节旗的 这些故事里面是有迹可尋 今天我们就是最后一旁 最后一旁就 就如我过去几年当中 跟大家分析了很多的逻辑 为什么要做呢 做的情况一定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讲了这些信息出来 其实我们处了粮 甚至我们都不会用得到的 如果我讲的是那些 如果是辛苦的 有些是处出来是半信半疑 只不过我回这间教会 我不是全信了的 不过我不做的时候 被人嘴唇唇唇 被人挖住 那我就做了 那这些人就算做了 我看他也有机会用的 但是我讲的是 我们现在做这些预备 就是吹角节 宿醉日和住棚节所预表的 我们就算去大旅行 为什么会是以 入华里真是神患 以至奇的方式去说这些东西 现在我相信 无论大旅行也好 我们作的预备也好 这套2012信息也好 解启熟也好 圣祭启熟也好 我们现在不单止 从这套信息理解成的偉大 其实根本我们从这套信息当中 慢慢去变成拥有神的形象 因为主耶稣基督 如果活在这个世代 他绝对都会做这件事 而他在2000年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如果活在这个世代 在他被提前 他一定会从圣经里面说回 教会被提的原因 和教会被提会有的事的发生 主耶稣如果活在这个世代 他一样会将圣祭启熟 应验在这个时代当中的 年月日和地点一一的誓说 给会人知道 因为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真身在的时候 他会做事 我所自爱的弟兄姊妹 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他当年做了 所以今年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 一起去做 你愿不愿意一起同心合意 你愿不愿意 就算只有10%肯定 你用足100%信心去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让你知道 你就是踏出这一步 终于你知道生命的真体 终于你知道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为什么人类的生命 是真正有意义的 启述第十四章 第十六节 下午在云上的 就怕连刀 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 就被收割了 好 愿生命 信服主的真意 尽我力 尽我能 然未有动意 我思念 想念既神会愿 愿出天 主的发落明 你愿意 杀了我冲心 愿持心志 希望你细听 监察这心意 监察这心意 杀了我要坚守 这真的话语 愿你生灵 付着我 一生 達奥 在车上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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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